软装扣扫指南 618可算是完事了 最近的视频干的我自己看都得上马硬龙 咱们来点DIY往下顺一顺吧 好多朋友问我书架有没的办法 其实红酒箱是个不错的便宜选择 先把上面的配件都拆下来 之后用砂纸打磨边缘 然后把箱子组装起来 开始想用胶粘的 后来发现成尾夹更好用 还能随时变换形态 承重也很好 再按上滚轮就可以当个桌下可抽拉式的小书柜 还不占地方 四个叠在一起也很好看实用 这个滚轮记得买承重100斤以上的 这种小的不行 租房的朋友搬家还能拆了带走